看到大海你会看到什么 我就会看到一些生锈的东西 你总是看到事物这么不好的音乐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看一个东西的时候 你的眼神很多时候是没有焦点的 你也会失去 你去关注到某一点的那个乐趣 倒是经常纠结于一些细节 以至于没有看到圈局 然后过后就觉得 如果我要视野更开阔一些的话 可能会放松很多 你看看 生锈栏杆 然后你现在能不能转移到胶石上面 你现在胶脸在海鸥上面 还是在海鸥的翅膀上 在海鸥的翅膀上 在海鸥的翅膀上 对呀 肤子不一样 你之前看得到 是 你现在拍了咱们的节目 嗯 是 就我可能在舞台上很难呈现更直接的情绪 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表演 就说明之后朋友少了 说明那些都不是真朋友 不是 是因为交集圈变小了 就是村民我发现是一个什么过程 别人是带着一种固有意的印象 去和你进行一个交流的 在日常生活中是一点点 在减分的过程中 说你好像没有台上的5分钟那么好笑 以前你跟人交流是一个互相加分的过程 他好像还有这么 除了搞笑的一样 还有深层的一点 还有他喜欢看书 就好像你内向好像也是一面 你也有不内向的时候 对 因为之前我总觉得我 就是可能别人会觉得我无聊 我就不太敢跟别人说话 然后上节目以后 大家都觉得挺好笑的 你现在就是敢多展示了 那你又感觉这个人诚实很丰富吗 丰富的人怎么会无聊呢 你解释得太好了 你多说话好不好 我对他对他 你要气死我 我要对他 赚大钱对你幽默有伤害吗 你觉得 比如说我在台上讲一个事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 他在综艺上好像是怎么表现的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 所以在那个台上 你听到的声音往往是自己的 但是 但是你说挣钱这个事 对脱口秀有啥影响吗 我感觉好像没啥影响 对 感觉其实人的烦恼 有很多是和外在的东西没有关系 就你对自己价值的怀疑 并不因为你到达一个位置 它就没有了 咱们俩第一次见面是在拖舞的后台吧 应该 开放班 啊 开放班 你对我没印象 你竟然对我 是在Ted5 你一上来的时候 观众见到你就笑了五分钟 然后下面的观众完全没有发现 你Ted5我好像也被淘汰了 我摊饭也是开场 我那场也是有掌声的 就还是不如你干 我谢谢你 其实第一次见鸟鸟 就是在开放班的后台 你一个人在角落里的那一次 我的感受就是特别像一只 就外边下着大雨 然后你淋了雨 雨的一只小鸟 然后躲在别人家的屋檐里 然后瑟瑟发抖的那种 就感觉有个人走动都会惊吓你一下 啊 是那样的吗 那么脆弱吗 你说我为啥会注意到你这一点吗 嗯 因为我当时和你很像 我是从北京过来的嘛 就之前你们在上海的演员 彼此都认识 然后来了之后 我就发现融不进去大家说的话 然后我也是那种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就坐在那 然后我就看每一个人就大家都在那聊天 然后我就 咦 有一个人好像 但是他也不是从北京来的 为什么他这么没有安全感 因为我是从内蒙来的 同名相连嘛 现在我没想到我会成为内卷的一个 你感觉我卷吗 我觉得你整个的状态就很自然 就感觉你可能是偷着卷吧 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你都非常快乐 状态也很好 我就感觉卷这个词不是为了缓解自己的焦虑 就比如说我说他好卷呀 就是我是在通过否定他的努力 来让自己感觉是他错了 因为我很少会说别人卷 我感觉就是有人去努力做一件事的时候 那么也说明这个事情对他的重要程度可能高于对你的重要程度吧 那他可能会去卷吧 我很喜欢很在意这份工作 所以可能会比较努力 但有的时候有一种无效的焦虑 处在一种很担心的心情里 但是可能未必也做得很好 所以就一般很羡慕你的状态 可能我真正卷的就是我是会坚持看一两样书 看再睡的 你会发现生活中好的事情 你做得得心应手的时候是一件很危险的信号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警惕 那么生活中能让你一直去进步的东西 我感觉真的很少书可能算一个吧 就你有时候可能跟别人聊天聊两个小时 然后你了解到的新的知识 还不如你看书看十分钟 你刚才没看到 没有 这个一直在转 他自己动 句话 我一会看到再跟你说 他自己卷起来 他自己卷起来 你是在山东高口的是吗 就从小学习的压力会很大吗 就是我每次说爸我去上学了 我爸永远会接近好好学啊 好好学啊 这句话永远不会缺席 但是我好像就是 就是好像没太把他们说 让我好好学习这个事放在心上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想得到别人的认可 他不好好学 他还能学好的那种认可 就贼坏的那种 所以这就导致我 学习成绩极不稳定 我爸妈也比较在意我的成绩 在他们的印象里 女孩子就只有学习好 才能找到一些 合适女孩子做的工作 就每次考试之前也比较焦虑 然后他们看电视 就会把音量调得非常小 然后会极力地给你创造一些好的学习条件 然后我也有比较大的压力 就是不想让他们失望 但是学习还可以之后 确实就你得到一部分自由 其实 你是为了自由而学习的吗 因为你学习不好的话 别人就总能对你的人生指手画脚 但你要学习好的话 别人就会对你有一些尊重 觉得你这个人是有一些基本的判断的 小时候我们学个好的东西 就比如说自信那个词 好像你提到之后 就是永远会说我要自信 然后就没了 就从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在告诉自己 我现在不自信 对 我觉得自信 放松 快乐 幸福感 这些东西都只能从已有的经验里获得 你很难凭自己的想象去获得 就你只有真的获得了一些包容 你才能得到那些感受 你才能拥有那些品质 但是我们从那种教育里好像很难得到 他告诉你一个出现的概念 但是你会被这些东西绑架 好像有一种理想化的人生模板 就是一种成功的人设 人生是自信的自洽的快乐的 对 当然可能没有人真的能达到那一点 也不要打到那一点 要都打到那一点 这个世界就好无聊了 就是都是自信的一群人 都是快乐的一群人 我的妈呀 你想想 就是人是很难消极掉所有的负面情绪的 而且这个负面情绪的存在 会让你更舒服一点 你有想过你不干脱口又会干啥吗 还是会干某种喜剧吧 我觉得 我想做初中物理老师 我最喜欢我自己讲物理课的时候的那种东西 就是我很享受跟他们一块交流的时候 把我自己的一些对物理上的认识 对物理上的一些方法的总结交给他们 然后让他们自己去总结这些东西 我之前也当过补习班老师 然后带一些初一和六年级的小孩的作本 然后我看他们写作文就觉得很治愈 以后让我讲作文课也可以 对啊 就我记得有一个小男孩写 他的奶奶每次晾衣服的时候 衣架挂的方向都不一样 就惹得他妈妈非常生气 然后他就觉得他奶奶做错了 和心矛盾就把你治愈了 我觉得很微妙 就是小孩他可以注意到这种细节 但是他不明白事情真正发生的是什么 你保持创作 能把这些感受记录下来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非常好的人生了 安全感 安全感永远是暂时的嘛 就比如经济环境啥的都稍微差一点嘛 我有时候就会想这些东西会不会都突然就失去了嘛 对吧 就我没有想过能有一天达到一种我非常坚定 非常自主的状态 或者可能那种状态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自然而然达到 再璀璨的灯光可能也会熄灭 但是树还是会长 海还是这样 山还是没变 就你身边这些才是你身边最美好的东西嘛 可能就是那个安全感好像被这种方式给治愈了 但是你其实说治愈了嘛也好像没有 你只是用一种方式抚慰了一下自己 那要是有时光隧道可以回到过去或者去未来的话 你想要去哪个时刻呢 就是在脱口大会之前 并且非常贫穷 并且非常贫穷 那个时候其实也很简单 吃个土豆粉加个卤蛋 那个时候会犹豫 但是你比如说有一天你突然就下定决心加一个鸡腿 哇真的你吃那个鸡腿的时候会巨像 我可能会去未来吧 就去我临死前的那一刻 然后我想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 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什么 然后我再回来我可能会过得明白 你看那个山上是有红色的绳子的 你看到吗 你为什么要让我看一个红色的东西 难为我 我觉得很期待 对不起 那你能看出海的颜色吗 看不出